就到了运城了 也就是说运城 到了山西的运城之后 到西安一百多公里就到了 一百多公里到了 如果说从运城到太原 因为太原是山西的省会嘛 然后从运城到太原还得五百公里 然后到那边一百多公里 就是很多人选择说 我要去一个大城市逛逛 他肯定会首选西安 因为这个太原离的 还是比较远的这样子 那么像这个 可以说是像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 是指的山西的黄河文化 有这样一句俗话所讲说 我们说了这个百年 对五十年中国的看深圳 然后百年中国看上海 这个一千年的中国是看北京 然后三千年的中国是看这个西安 五千年是看陕西 是看这个山西 因为我们所提到五千年 就会想到姚顺宇 就是当年的姚顺宇 当年建都立业 都是在我们山西的南部一带的 就是运城临粉那个地方 你看我们山西有一座城市叫陵粉 然后陵粉那边首先产梅 另外第二一点来讲的 历史当中所讲 那个地方的话呢 是叫瑶都 因为当年瑶所建都 就是在那个地方的 当然呢 所记载的 瑶不是山西人 他记载的是在山 他是河北一带的人 但是顺河宇呢 他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 据记载他是河北一带的人